马尔代夫是世界上虎鲨物种集数量最多的国家 科学家试图通过一个研究项目 以探索并揭开该岛虎鲨的生活奥秘 虎鲨可谓是马尔代夫周边海域的常客 这些顶级律使者在距离富瓦穆拉港不到100米的地方巡逻 从而使这个小岛成为游客与鲨鱼近距离接触的首选目的地 据导游侯赛因说 富瓦穆拉的虎鲨是世界上物种最大且最健康的种群之一 此外 相关专家已就该区的虎鲨进行一些研究 而参与研究项目的潜水学校老板艾哈迈德伊娜说 该区的虎鲨真实数量甚至可高达500条 而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 实在进一步缠明该虎鲨的奥秘 据了解 虎鲨可长达5.5米 重达900公斤 通常生活在沿海地区 但也会在开阔的海洋中游泳 通常我们有200人的产品 产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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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洋科学研究所Nekton的科学家将使用潜水器 结合其他技术找出海洋深处发生的事情 包括将绘制海底世界地图 采集水样和拍摄海洋生物等 希望能找到有关胡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富瓦木拉沙与游已成为该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也意识到保护其物种及海洋生活的重要性 但对当地渔民来说 胡杀却有施予他们捕获金枪鱼的机会 美术新闻传入里报道